你说你喜欢算你谁 而我多了一个情 我们一起学猫枪 一起喵喵喵喵 冯提莫曾经的斗鱼一姐 说她是第一代直播顶流呢 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当年的知名度和吸睛能力 不亚于任何一个一线明星 然而她一夜之间突然消失 近日爆出是因为患癌 而且是恶性晚期 身体的健康出了一点状况 严重吗 得了一个癌症 假装性癌 良性早期的是 不是恶性晚期 恶性晚期 对 医生告诉我说 就唱歌这个你就别想了 当时就是完全有点 控制不住情绪了 如果我嗓子没了 那我觉得我活着 也没什么意义了 谈到化癌的原因和经历 冯提莫近日在社交平台说 不要精神内好 他只言他的癌症 就是被气出来的 长期以来经历各种网报 而他又不希望让家人担心 所以将所有的艰难 都自己扛下 终于扛不住了 生病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病 可能就是压抑出来的 它主要是气嘛 对 还有情绪这些东西导致的 我比较喜欢内耗 然后比较喜欢把一些情绪 和负面情绪完全往自己心里压 无论你是公众人物 或者你就是个普通人 被人造谣 遭受网络暴力 那你就要勇敢地说出来 然后拿起法律武器 去保护自己 是的 而且让自己也内耗 也会影响到身体 许多专家认为 情绪和患癌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这些年冯提莫到底经历了什么 导致她崩溃生病呢 她如今现状怎么样了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冯提莫 一些显为人知的心路经历 可以说冯提莫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不是专业音乐课班出身 而且个子小小的 天王盖地虎 冯提莫一米五 这是一句关于她的顺口溜 别看她身高不高 声音和样貌却很出众 冯提莫属于罗莉和林家女孩型的女主播 娇小玲珑的身材和清纯甜美的脸蛋 让91年生的冯提莫 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还要更年轻 她的粉丝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男生 以十几岁的中学生 到三十来岁的上班族最为集中 林家女孩型的提莫 比大长腿高冷的美女 更受这个年纪群体的欢迎 冯提莫的走红也是一个时代的背景 2015年网红概念崛起 市场水大鱼多 各路资本热情追逐 斗鱼 硬客 花椒 熊猫直播 等多个移动直播平台同台混战 因此 头铺主播在此时 成为了各平台争夺的稀缺资源 这期间冯提莫凭借唱歌 迅速走红 抓住时机 秒杀 发姐 周二科 阿冷等人 成为斗鱼一姐 然后是非多 随着走红 冯提莫身上越来越多的黑历史 被网友扒了出来 首先就是网上疯传的冯提莫换头 走红后 冯提莫的旧照被人扒出 对于换头说 冯提莫本人是否认的 他说自己的相貌上的变化 源于结实 他干上主播这一行后 他疯狂结实 只吃水煮菜 连肉都不吃 如果要结嘴馋 品尝肉味 也只是咬一咬就吐出来 过激的减重法 虽然让他直接从120斤 瘦到80斤不到 但也使他熬出胃病 现在每天要吃胃药 而这些也为他的身体 带来无限的隐患 换头的话题会慢慢翻篇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却对他影响很大 2018年 一则会计门事件 又把矛头直指冯提莫 当时的新闻是 一位王姓会计 利用公司财务漏洞 盗用930万公款 几乎全部用于 在网络上打上女主播 其中会计给冯提莫 就打上了160万 因为会计门事件 冯提莫遭受到 前所未有的谩骂 网友开始抵制他 都于高层看事情不对 赶紧把他的直播间封杀了 后来冯提莫正式回应此事 明确表示自己会返回这笔钱 有些网友仍然不依不饶 这些网友认为 还钱这事 对于冯提莫这样的大主播 是无关痛痒的 关键是冯提莫和会计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越传越黑 再加上他点评周传兄的事件 后来又被爆出曾经结过婚 还被爆出一些不雅照 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 都让他遭受了很多网报 让他情绪崩溃 本以为他会彻底凉凉 谁也没想到冯提莫会用音乐扭转乾坤 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好嗓子 推出了单曲《佛系少女》 上线后大火 紧随其后的就是各大综艺的邀约 所以当冯提莫发现 自己音乐属性有热度后 他决定从主播专心歌手 这些年的网红经历 让他很深切地认识到 网红的生命周期之短 网红与明星相比更容易被遗忘 网红和明星表面上看 有相同之处 本质区别巨大 网红本质是网络平台上拥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一种网络形象 背后的实体不仅可以是名人 普通人 也可以是由团队运营的虚拟形象 卡通形象 甚至是一个简单的表情包 但明星不同 他们拥有真实的线下身份 当冯提莫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后 他决定当歌手 同一时间 2019年9月 冯提莫与五年劳动价斗鱼的合约到期 冯提莫提出了5000万的新报价 相比于之前一年1000万价格的5倍 这时斗鱼考虑到冯提莫的综合商业价值 斗鱼不愿意去约 其实这时的市场已经改变 愿意为网红的天价买单的平台越来越少了 平台都希望可以在内容上构建多元化的内容矩阵 并减少对个别头部主播的依赖 在2019年12月19日 B站已5000万签约了冯提莫 直播是B站一直没有放弃的梦想 同年在2019年年底 B站用8亿元价格拍下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中国地区未来三年的独家直播权 可见B站发展直播的野心不容小觑 那么拥有千万粉丝的冯提莫 无疑就是那把起到杠杆作用的钥匙 B站也为冯提莫下了血本 给了5000万的签约费 而从冯提莫的角度来说 网红转型明星仍然有不少的阻碍 承载了各种泛娱乐内容的B站 则是个中间地带 在这里能够消解掉 动于一姐的醒目标签 又比完全进军娱乐圈的阻力小得多 从冯提莫的发展轨迹来看 他逐渐从直播过渡到综艺 逐渐向艺术的纵深方向发展 他是主播中的佼佼者 而这5000万签约费后面也是巨大的压力 冯提莫也深知这一点 他也非常卖力地表演 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开播的前几个月 冯提莫的人气远超出其他主播 然而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冯提莫的粉丝数 从以前斗鱼的2000万 到B站的300万 2022年底 他与B站的合约到期没有续签 面对自己没有以前火了 冯提莫说 每天下了直播室 回到现实世界 他反而会孤独 也非常焦虑 至少有人跟他提议去直播带货 这些年他积累的全网粉丝量几千万 以他的人气能赚很多钱 冯提莫说 自己真的很想当歌手 对直播带货的兴趣不大 他为实现梦想的这份坚持 令人动漏 从新任主播开始 到攀上巅峰 后来冯提莫有心成为职业歌手 并在几身乐坛的道路上砥砺 代价也是巨大的 他高压的工作 长期熬夜加上减肥需要吃胃药和安眠药 他的身体终于亮了红灯 再加上网络上充斥着对他的霸凌 他经常失眠 经常焦虑 那段时间我直播 我基本上开播就要调整情绪 必须很快乐 保持微笑 就可能还是要乐观 但是私下可能我一关完直播就开始哭 这个情绪的积压是真的不好 高压之下 他终于垮了 我的精神是告诉我说没什么 但我身体发出信号了 2022年底 冯提莫突然深夜 暂停直播长达半年 遭外界质疑 是不堪网络霸凌 才暂时退出演艺圈 对此他没有回应 7月23日 他在微博发文表示 自己这段时间 临患甲状腺癌 经手术后 身体正逐渐康复 冯提莫说 他并未将患癌一事 告知粉丝 连他爸妈也没有告诉 他不想别人为他担心 好在他的这个癌症 是甲状腺癌 也被称为懒癌 是癌症中最不致命的一种 不过即便如此 医生也告诉他 唱歌你就别想了 不过你年轻 可以做别的 冯提莫说 他不害怕身体上的疾病 但是不能唱歌 那他生命的意义就没有了 他甚至有离开 这个世界的想法 怕什么就来什么 结果我就真的生意沙哑了 手术出来第一时间 我那个麻药醒了 我就是在想 我要出个声试一下 我一下子就流泪了 感觉那种天塌下来了 都像这不要活下去的 这种想法都有 索性手术非常成功 并未影响到圣代 紧在脖子上留下一条 浅浅的微笑疤痕 他积极进行复健 他说自己很快 就会唱歌给大家听了 他觉得我很有悟性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才导致就是确实出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果吧 只要你听 我就会一直唱下去 大多数人都只看到 冯蒂默在镜头前的高光时刻 他镜头后的艰难 他的精神内耗 许多人没有看到 冯蒂默也提醒 年轻女孩子不要精神内耗 你心态好 可能你身体永远都不会有问题 你如果心态越来越差 你重新在这里那里 身体又出状况 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 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在爱的回归仙 有期待回忆相见 天会清醒会暖 阳光在手之间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想和Q. 作词 阿姨 韩子 阿姨 阿姨